分别为八一、豆顶、鹤林公园、能看田园、湿地、溪流 让孩子接受自然教育八一公园阶梯式花田 以重上植被鹤林生菜公园 小码头兼聚休闲和博船两用豆顶公园的特色步道 恩海都记者时雷雷文包华惶恐 旅途海都训 元旦假日 如果你担心老公园人太多 这三座新建成的综合县公园 或许能给你带来珍喜 记者从福州园林部门或许 位于静安区的八一公园 豆顶公园和鹤林公园北区 2018年元旦正式向市民开放 这三座公园 除了体现海绵城市的理念 还有田园、湿地、小溪、湖泊等景观 被孩子参观还能进行自然教育 元旦专家表示 八一、豆顶、鹤林北区公园改善了周边 原本杂乱无章、违章大概的环境 未来会使福州市民生态观光 有完的好去处 八一公园三座公园互通 能感受田园湿地每逢节假日 福州国家森林公园都是热点景区 而在森林公园南侧 也就是静安区新殿镇市桥村 八一公园已基本完成建设 元旦市民可以到这座公园 体验田园和湿地风行 八一公园总面积于5.77万平方米 位于八一水库下游赤桥路南侧 福州市儿童公园西侧 福州动物园东北侧 记者在现场看到 园林部门正在进行最后的布置 大树上悬灌了红色灯笼 并用三角梅 西洋杜鹑等起庆植物 营造提升公园的节日风围 公园的日常水源来自八一水库 大体一水沟则自然降雨 方案设计考虑了湖体在枯水溪的景观效果 公园内 记者看到最多的是错落有致的山地景观 西侧市多边形坯田 种植了犹太花 并搭配古建 古景 古民居 主打田园风格 东侧是阶梯市湖底景观 也有流线型梯田效果 豆顶公园旁边是儿童公园 可体验次种步道豆顶公园 位于新殿镇 和八一公园之间隔着儿童公园 豆顶公园范围为豆顶水库下游 浮飞北路以东 古城一号桥以北 场地南北长约385米 宫席宽约266米 面积约5.61万平方米 今年10月 豆顶公园完成一期建设 过去两个月 该公园景观又进行了针对性的提升 公园内的建筑和休闲道体系基本完工 还更正了绒树 养体甲等遮阴大树 记者昨日在公园看到这里 正被透水混凝土步道 进行最后一道施工 公园中有各种不同风格的步道 包括透水混凝土步道 塑胶步道 听石步道 天然暖石步道 钢结构竹木栈道等 市民可游软气流 湖体 草坪 花道等不同景观 鹤林公园与牛港山公园 互通植物科普基地 今年初新建成的牛港山公园一期 如今已是市区热门公园 而在牛港山公园南侧 鹤林公园北区将在元旦开放 两座公园已进安区鹤林路位界 可以互通 鹤林生态公园 把人本生硬的凤膽一支和河道设计成生态 自然是河流 蜿蜒穿过公园 元旦期间 市民可以游览从塔头到鹤林路的公园北区 走进鹤林生态公园 记者看到游绒树、香章、秋风、乌旧、黄锦、山荫花、洛宇山等构成的片林 这些小树林能让公园在四季都有不同色态变化 两岸缓破入水的自然博岸 除了塔鹰站桥和坚流桥两座钢结构桥梁外 几处过河通道都是用自然稀释累成的 在人居水体中 记者看到了丰富的水生植物行落 工作人员介绍 公园内种植了超过60种水生植物 几乎覆盖了福州市区公园的所有水生植物 这里有水莲、荷花、作鱼草、香茂、鱼酒花、美人椒、汉繁草、花叶炉竹、鸢葫、鴻铭 池菇、泽蟋、水车前、舍甘、签车、耕鲲、汤芯草、畝草、树草、栅草花、水葱等植物 将来这里的水生植物区可以给青少年作为户外科普基地 工作人员介绍 鹤林生态公园中 有一个椭圆形的建筑 名为合粹馆 这是公园自然教育展示馆 可以进行互动体验式的自然教育 编辑毛毛